好 刚刚说过的中度台风卡弩持续的逼近台湾 那么依据中央事项局的路径判断呢 未来不排除影响花东地区 目前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花林地区的海域已经有长浪发生 那么暗巡队也呼吁为了要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台风来袭期间呢 应该要避免从事、观浪 以及水上油气等侵海的活动 因应卡弩台风入境持续朝向西北、西北方移动 花林地区的海浪以及风力持续增强 因此第一二岸巡队派出所属的安检所 以及巡逻战勤务人员针对辖内的从德、七星坛、基奇以及十踢屏 等民众以祭局的游戏区热点 实施观浪民众的柔讯劝导 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应卡弩台风逐渐逼近台湾 东部沿岸地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以陆续有强阵风或长浪的发生 为维护民众的安全 在此也呼吁请避免到暗季观浪 或从事其他水上油气活动 如于港区或暗季发现任何极难事故 可拨打118服务专线 本署将立即派员前往协助 第二岸巡队表示 虽然卡弩台风为直接直扑花林地区 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风浪 恐怕会造成暗季油气的民众安全的风险 因此也呼吁民众切勿前往暗季 或是提防停留观浪 以防汉事的发生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